淡水区公所今天早上在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八楼 举办今年度的儿童作文暑期夏令营活动 这一次一共有超过50位淡水区国小学童报名 区长表示学习作文可以让孩子的表达能力变得更好 希望同学好好学习 为了要让孩子在暑假期间有正当的学习环境 今天上午淡水区公所在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八楼 举办今年度的儿童作文暑期夏令营活动 区公所表示这一次的夏令营是由公所举办 从7月2号到7月6号连续五天的活动 特别与联合报合作 找来作文老师让小朋友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天上午三个小时都能够学习如何写作 那我们作文班有珍贵中年级开一班 高年级也开一班 那今天是中年级的结业室 那很高兴看到来自各个学校的孩子 那他们在这个礼拜中很认真的学习 那联合报的作文老师 他们教导得非常好 那我们是希望这孩子能够借由作文 来加强他的表达能力 还有理解能力 区公所表示这一次 共有超过50位淡水区内的国小学童报名 而且全部都是免费参加 区章表示这一次作文会让孩子表达能力更好 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而上课老师也会运用引导式的教学 让学生们更喜欢作文 事实上很多孩子在学校里面 包括考试 他其实他是会回答的 但是他就有时候看不太懂这个意思 这个题目的意思 所以说借由这个作文的课程 希望能够增进他们的理解能力 那表达能力 然后再来就说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增加阅读 那他们的知识会更丰富 希望说这个课程对孩子能帮助 那么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成长学习 区章表示作文能力对于孩子在课业上 会有很大的帮助 更能够加强孩子的阅读能力 也可以对于自我的表达能力来加分 因此区公所特别与今年开办两个班次 而这个星期是国小中年级班 而下个星期则是高年级班 都是一连五天 希望能够在暑假 给予充实的学习活动 更能够让学生喜欢作文 也让孩子更善于表达 增加自信心 记得许端一带学生放报道